他是大頭老師在YAMAHA工作 你這種音樂給你們什麼樣的氛圍 你覺得是什麼來賓要來的? 我覺得這個來賓應該也很喜歡 跳舞不然就打鼓跟我一樣 因為這個讓我們整個律動 你知道那個腳抖不挺 然後身體一直像一條蟲一樣 那念哲呢?你什麼感覺? 我想到的是那個 穿著Prada的惡魔裡面的那個 那個安海思維在蛻變成一個職場女強人的那個時候 放了那個音樂 來的人一定是個時尚人 他已經有畫面了 你們兩位真的太棒了 事實上這樣的旋律 對我們今天特別來賓來講 是一個什麼年代什麼畫面出現了? 我覺得我又走在天橋上了 天橋?台北的天橋嗎? 還是一個特定的天橋? 當初聽這首歌的時候 我是在香港的天橋上 香港耶 做的是什麼樣子? 那時候你已經做你現在的工作了嗎? 那個時候還是模特兒 那時候剛剛出道沒有多久 然後就有香港有一家叫仙師百貨 很有名的 對這個非常有名 對 仙師百貨他們有一年一度的大秀 都會到台灣來選一些 就是模特兒過去做一些秀這樣子 那那個是我剛剛出道的時候 很幸運我被他們選上了 於是就到了香港去參加這次大秀 完了之後 那邊的他們的那個國外的老師 就覺得說應該把我留下來在那邊 然後我就在那邊被受訓 可是受訓完了之後我覺得 我還是喜歡我的家鄉 我的台灣 所以我回來台灣 我沒有留在香港發展 來我們掌聲換一下好不好 真的是一代大秀心喔 周丹威會來我們節目當中了 歡迎阿丹 謝謝 大家好 大家午安 對對對 任何時間出來都是可以大家問候的 你們兩位知道嗎? 我告訴你們猜一下 阿丹跟我們剛剛的小翠 包翠英 在我們節目當中的好朋友 他們誰先出道? 你們如果看到他們兩個講話的感覺 誰先出道? 猜嗎? 應該是小翠姐姐 為什麼? 因為感覺他們比較資深一點 OK好 來來來 小朋友 一樣是小翠姐姐 為什麼? 就是 怎麼講 講實話 好啦 其實跟大頭哥一樣 小翠姐姐在分享的時候 感覺她的歷練是更久的 歷練是更多的 感覺是這樣子 事實上你們兩個誰是學姐學妹 如果這樣來分的話 事實上她比我先出道 是真的嗎? 我出來的時候她已經很紅了 她已經很紅的model了 是這樣子喔 可是 model是你的人生第一個目標嗎? 不是 我的人生的 我原來的第一志願是當一個白衣天使 喔 好有愛心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跟家裡有環境有關係嗎? 也不是耶 我就覺得 那時候覺得他們穿白衣服 白衣鞋子 白衣帽子 好漂亮 好整體感 知道嗎? 將來我要穿這樣子的服裝上班 所以我想說白衣天使 你看還是那個形象吸引住你 對 讓你喜歡對不對? 沒錯 那我問你一下 如果記得沒錯 有一段時間呢 我們的周丹威 他也成立了他自己的模特兒公司 精秀學院 你知道他要再陪一下新秀的朋友 應該算是他第一次創業 1985年左右的時間 你有想用那個時候的模特兒的這種精秀學院 來造就什麼樣的年輕人嗎? 其實那時候的精秀學院 因為自己做model那個時候已經差不多有一陣子了 有很多年了 那事實上我在model界止待了兩年的時間 不長 對不長 只有兩年的時間我就轉去拍電影 對 但是我一直都很醉心於model的這個工作 跟走在天橋上面那個感覺 相當的天橋上 因為唯獨只有在天橋上面的感覺 我覺得那是我自己 在拍戲的時候我都是別人 您剛講的是天橋的感覺 對 就讓我們想到剛剛那首歌曲 特別點的是一個很流行的舞步嗎? 的Hustle 你有踩過這樣的音樂在舞台上嗎? 展現出什麼樣的周丹威 就是一個剛剛我們的七年級學生說了 我很愛跳舞 都是個愛跳舞的女生 律動的 對 所以因為我很愛跳舞 所以當這個舞步一教的時候 我馬上就能夠上手 你知道嗎? 那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自己在model裡面只待了兩年的時間 所以我覺得 我的這個夢應該讓很多很多的年輕的孩子 再繼續的能夠傳承下去 所以有了青秀學院 那青秀學院那個時候 因為我們還有另外一個平台 就是金秀家人的電視節目 對 所以能夠培育很多的青年的年輕的女孩子 能夠去意圓他們的夢 我突然想到 像您也算是70年代起步的一個模特兒 對不對? 對 真的是天生立志 男自棄走的路上被人家發覺了 還是說去跟人家一起參加什麼活動 人家又向中了你 才有這樣的機會 他笑了 沒有啊 其實是我在念書的時候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有個雜誌叫做婦女雜誌 你們太小了都不知道 我知道了 相當於現在的Vogue 這樣了解吧 在那個年代 對 那個時候那個時尚雜誌 就是要拍一些學生穿的衣服 因為學生我們那個時候 年代的學生制服都很刻板 然後頭髮要剪得像西瓜皮一樣 像三公分 對對對 然後要穿很長的那種裙子 很規矩這樣子的 然後他們就講說那這些年輕女孩子 17歲18歲 他們到底平常要怎麼穿衣服 所以他們就做了一個這樣的單元 然後就到學校來找 比較適合的人 就這樣子就找到我 就這樣 因為我個頭比較高 在那個年代來講 在那個年代 算是真的是很出雷把粹的了 那怎麼會說模特兒走著走著 就變成電影明星了呢 是真的兩年發生的 還是兩年之後發生的 大概就在兩年之內就這樣發生了 因為就拍廣告 拍廣告 拍廣告 拍一個資深堂的廣告 那個 那個年代拍資深堂 非常不容易 對那個時候資深堂 就是他們 也從來沒有用過台灣的 女孩 女孩來拍廣告 對 所以他們就 就那個 不知道為什麼有一個這樣的企劃 他們就想說 用台灣的人看看 那就找到 就找到 看就看到我這個臉 這個臉孔 然後廣告公司就來談 就拍了我的生平的第一個 就是資深堂的廣告 是不是你的臉 比一般女生來的 秀氣跟長形 而且比較不寬 所以很 很上camera 可能吧 因為人家已經都叫我小臉小臉 對嘛 沒錯 可是我也不覺得我臉有多小 你那個時候來比較起來的話 這是上鏡頭的臉 OK 就這樣子 然後 拍了廣告 拍廣告當中 就這樣一連續拍下去 然後就被一個導演叫賴晨英 賴導演 是本來是攝影師出身的名導演 賴晨英 賴晨英 賴導演 他要拍一個他自己的第一個創作 就是淹水寒 電影 對電影 那裡面有一個角色 就是一個演珍珍我的最愛 那是我的偶像 OK 珍珍姐 我們都是 她都是我們的偶像 珍珍 我太愛她了 現在看了那個畫面 你還是愛她 還是愛她 愛死她了 珍珍 你知道珍珍是誰嗎 小孩 大導演劉家昌的老婆 她的兒子叫什麼名字 劉子謙 對 對 介紹了 介紹了 OK 你要跟她合演 還有誰 秦漢 天哪 都是我們那個年代的天王天后 對 那個時候我們看他們就這樣子 對 真的是這樣子 對 就像我們現在看阿丹也這樣子 那沒有阿拉里的事情 然後呢 完了之後就拍了那個淹水寒 那真的 就開啟了我這個電影的這條道路 電影這條道路 你絕對有沒有比你的model 伸展舞台更幸運 我覺得 我一路走來都蠻幸運的 這條件好的人都是 就一位得天獨特的女孩 也不是 也不是 我覺得是機緣 一個是機緣 一個是那個年代 然後 就像現在 現在資訊這麼發達 你看你們網路網站什麼的 都這麼多 這麼樣的資訊 這麼多的資訊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很多的人才 年輕人出來 可是我們那個時候 沒有這麼 沒有這麼的先進嘛 沒有那麼發達嘛 所以 所以人的那個際遇呢 就是可遇而不可求 就這樣子 你去剛剛去拍戲的時候 你是深色的呢 還是好奇的呢 還是完全不怕的 拍你的第一部電影 你淹水汗 我拍淹水汗的時候 是我完全不怕的 我告訴你凱倫 他講的是實話 後來會怕的 你是拍什麼怕的 還是這個戲後面後段你怕的 我後來沒有這個戲我完全不怕 因為就是我就跟就像出生主主 完全不怕 任何都都都覺得難不到我 可是當我拍另外我後來的一部得獎的戲 落花流水春去也 花落水流紅 對 花落水流紅 你講的是他的歌名 花落水流紅那個戲讓我怕到了 因為那個已經是我在拍戲拍了大概兩年